独一中天夫妻之三 无碍之婚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十八 作者 把我漂泊 无碍之婚是一中天老师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第四章夫妻的第三篇文章 一老说 无碍之婚 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 现代婚姻应是男女双方爱情的产物 男女因相互吸引而生爱母 因情投意和 男舍男分 终止决定共组家庭永不分离 去旅行法律上和习俗上的结婚手续正式成为夫妻 现代婚姻最合乎人性 婚姻不能没有性 人类两性不同于动物在于有爱 且爱情有独钟 十一夫一妻得以出现 夫妻关系本是爱情关系 由原始爱情的自由结合演变而来 婚姻制度是对它的社会承认和保护 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人性 最合乎人性就是最道德 奔格斯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婚姻才合乎道德 而中国传统男女因爱结合被认为不道德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钻学戏相亏 于强相从 则父母国人皆见之 青年男子自己择偶被看作花花公子 浪荡鬼 臭流氓或者色鬼 青年女子自己择偶 被视为甜不知耻 死不要脸 甚或被视为婊子和破血 真不要脸哪有闺女自己给自己寻婆嫁的 或者 这小子真不地道自个儿给他妈找媳妇 从最道德的变成了最缺德的了 意识是存在的反应 恋爱婚姻为非法和适得证明 无碍之婚已成传统社会最常规婚姻方式 因为私定终身立马成传奇 写进小说 班上舞台渲染流传 传奇是罕见少闻稀奇怪异 故事情节离奇 人物行为超常的意思 自由恋爱成传奇 证明只有无碍的婚姻才是常规 中国古代私定终身的传奇 王石府西乡记摆谱墙头马上 汤贤族牡丹亭 牡丹亭最离奇 少女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于牡丹亭 醒后赶梦伤情愁病而死 杜丽娘的游魂找到柳梦梅奇人 两人相见如故便令梦梅绝坟再生复生后终成婚 寓意梦中相爱即现实不能相爱 死后成婚即活着不能成婚 有人说这传奇证明中国古代有美丽的爱情 易老认为它恰证明中国古代少有爱情 即便有也只是个梦难成现实 对此中国人大多因罕见少闻津津乐道 满足好奇心新鲜感和想象力 自由恋爱最合乎人性 且中国历史曾有自由恋爱的时代 降后 人们向往看听说可宣泄压抑的情感 或替代性满足 因此 这类传奇久眼不衰 少数封建卫道者歇斯底里恐慌和仇恨 视为淫秽略略为禁书踏伐诋毁 因冲击父母之命媒妇之言的礼法 《红楼梦》里贾老太太 不以为然根本不信 贾老太太说 一个大小姐养在深归什么事也没有 只见一个亲俊男人 不管是亲室友 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 父母也忘了 书也忘了 鬼不成鬼 贼不成贼 世上哪有这样的人 这都是说书人瞎编编的 还不那么远 没必要当真 轻飘飘三字 打发传奇故事的意义和影响是高明 这类传奇只增谈资 少其启蒙 动心的人 不敢以身试法 西乡 红楼 多被募为淫书 未遭严禁 因无碍大局 大多数传统中国人爱情渺茫 婚姻要的是男有事 女有家 耻谈爱情 男皆有事 女皆有家后 不必谈爱情 过日子就行 操心柴米油盐 酱醋茶 没得浪漫 婚姻在中国是现实的事 家族有结缘和系统的功利目的 当事人视为责任义务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到年龄需履行社会义务 婚姻是社会义务 非个人需求 男女当事人采取听天由命 或服从分配的态度 不求爱情 个人功利 女方嫁人要有口饭吃 即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择偶考虑对方经济条件实力 如现代女性问对方收入住房等 其次是社会地位如学历职称 官嫌及身材相貌等 关乎面子的问题 男方娶妻要生儿子 现代是性满足 挑剔女方身材相貌 得不影响世荣或对得起观众 男女当事人和父母社会一样 排除了爱情 所以无论古代现代包办婚姻 或自找对象 通过热心人介绍 谈妥条件就结婚 多事无碍的婚姻 当代与古代有不同 古代包办婚姻 是隔着布袋买猫 当事人不见面 好坏靠运气 当代自找对象 是看过样品订货 可靠性高 也会上当 古代婚姻通过没人谈条件 当代的婚姻 自己当面讲价前 透明度高脸皮厚 不因爱而结合婚姻 都带功利性 不比薄功利性婚姻 应是普遍模式 只要双方愿意 无可厚非 古今中国人结婚 多不为爱情 功利目的 履行社会义务 了却父母心愿 走完人生旅程 杜绝他人闲话 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满足性欲等 现实目的过日子 传统认为 孤男寡女日子不好过 男人无妻 家无主 女人无夫房无良 光棍没温暖和体贴 没热饭热菜 没干净衣裳 光棍苦光棍 苦衣服破了没人补 寡女没靠山 没顶梁柱 没主心骨 受人妻 男女结合 互助补 互帮学 才能过好日子 孤男寡女 在日子过不下去时 会胡乱结婚凑合 不如一的配偶 比打单身强 结婚是为过日子 日子过好 过得下去 婚姻就可成立 维持不爱 没关系 我国大多婚姻持久专一 不靠爱情 而靠生活需要 和伦理观念维持 婚姻的专一 不是爱情的专一 混淆等同二者 是我国婚恋研究中的 一个误区 另一误区 把和谐等同爱情 为过好日子 大多数夫妻互助合作 丈夫承担家庭建设 盖房子 打家具 正工资捞外快 是为己任 为家庭的顶梁柱 妻子承担家庭管理 做家务 带孩子搞后勤 搞外交 为丈夫事业的闲内柱 这被公认为 模范夫妻 幸福家庭 不像两口子 更像互助组 合作社 结婚目的只是建立 你耕田来 我织布 我挑水来 你交援 互助合作关系 是生产队 不是夫妻关系 中国传统夫妻感情淡漠 没话说 出门各走 婚前不时婚后各职 男更女之 无共同兴趣 无共同事业 没共同关心的问题 理法规定 外言不入于 捆内言不出于捆 捆 看是门线 男人事业在门外 女人事业在门内 男人是不告诉妻子 女人事不告诉丈夫 夫妻间能说的话 只有吃了没和睡觉 语言是情感交流 最主要的工具 夫妻无话可说 就没感情 中国就是夫妻关系 不如同事 同事有闲话可说 办事同行同旨 直到今天 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上路 需丈夫在前妻在后 保持距离 如说笑病间 会被乡人耻笑 视为不要脸 制造人口时 不规定需保持身体距离 传统道德夫妻间 只配种菜苟且 其他需设男女之大方 传统社会不赞成 甚至忌讳夫妻爱情 如国语 如与春秋鲁国大夫 功夫文博去世 母亲告诫她的妻妾 祭奠不要融回古籍 不要吞声饮气 不要垂胸顿足 不要愁苦忧伤 丧腐简衣等 安静守灵前就好 不要人家说我 而是疼爱老婆的人 人之常情 也禁止 老人家的逻辑 丈夫死后 妻子安之若素 装得没事人才是模范夫妻 或儿子因不爱老婆而有面子 传统礼教认为 夫妻有感情丢份 没感情有派 因为夫妻感情大 说明仅夫妇正人伦 只互礼仪 传统没规定婚姻 要有爱情也没条件 夫妻间感情来路不明 且出隔月轨 关系超出结缘和记统 或生儿子和过日子的公务 有了私情 私就不正常 不正当 因批为饮邪 或效为丑事 告到皇帝那给不大不小的处分 西汉宣帝时的金赵颖 首都市长张厂被人告过 张厂妻漂亮张厂 爱她在家为她化眉 有人上奏宣帝宣帝 责问张厂 张厂说 陈文归房之内 夫妇之私有过于化眉者 但宣帝结过婚 就一笑了之 张厂差点掉了乌纱帽 传统礼教 忌讳夫妻间的情爱 古代不信邪的人 近人王荣 安逢夫妻感情好 妻子用亲称呼王荣 亲是爱称 用于君对陈称爱亲 后用于夫对妻称亲亲 王荣妻违背男尊女卑 夫妇有别 原则是双重的不离 王荣对妻说 于礼为不敬 别这样 妻答 亲亲爱亲 是以亲亲 我不亲亲谁当亲亲 大白话是 亲热你亲喜爱你亲 才用亲称呼你亲 我不用亲来称呼你 亲 谁有资格用亲来称呼你亲 王荣没话说 只好随她 这两个事实个案 不能证明中国传统婚姻 其实也还是有爱情的 正如一两只白乌鸦 不能推翻天下乌鸦 一般黑的结论 这两个事实故事 是讲笑话 不是传统婚姻的典型 不是模范夫妻 小节本文 《无爱之婚》是夫妻一章的第三篇文章 《无爱之婚》是中国传统最常规婚姻 现代婚姻应是爱情关系合乎人性 中国传统认为恋爱时的婚姻为非法和失德 《无爱之婚》最常规 自由恋爱呈传奇替代性满足 耻谈爱情 传统婚姻是社会义务排除爱情代功利性 男女互助过好日子 公认为模范夫妻 婚姻持久靠生活需要和伦理观念 不是爱情的专一 中国传统夫妻感情淡 没话说 关系不如同事 因为传统礼教寄回夫妻间的情爱